大家好 這段是要說明這個 減盤轉換的 第三個要注意的事項 就是使用這個 UTF-8 那 因為這個 含不含這個BOM標籤 它那個是屬於這種 包括的意思 那其實 它是在 它是那個BOM的這個標籤是在檔頭的 所以說在這個詞維上我是用錯 應該是說 那個 把BOM標籤附加在那個檔頭 的部分 就是在那個文件的那個最開頭的地方 是不是要不要那個把這個 BOM 把它加在那個 附加在那個 那個第一行的地方 是這樣子 就是讓那個 開啟的那個軟體能夠識別 你這個文件是屬於那個 UTF-8的文件 是這樣子 好 那沒關係啦 但是說大家知道意思這樣就好 就是說 這個BOM標籤它是附加在那個文件的 它是在這個文件的那個 開啟就打開一下 它是附加在這個 在這個前面 在這個最前面這裡 那個看不到的 它是寫在那個 那個文字檔的 的那個檔頭那邊 是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 圖文的說明頁面放在 這個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頁面這樣 OK 點一下訂閱 這樣 那這個地方 是 就是 要說明一下 到底 那個你的文件的存檔格式 就是說你使用那個 UTF-8 萬國碼 文件存檔的時候 你到底要不要 包含 BOM標籤 到底要不要在那個檔頭 附加 BOM標籤 到底什麼時候要附加 什麼時候不附加 這個BOM標籤 是在這個本篇來做一個 那個範例說明 這樣子 那什麼是BOM標籤就參考一下這個 危機 文基百科這裡 它這邊有說明 又說明一些這些 啊我們只要 然後 它的這個萬國碼有分很多種 萬國碼還是有區分很多種 有16的有32的 還有這一些 我們現在比較 常見到的是這個 UTF-8 像這個 不包含 BOM標籤 就是檔頭不加 BOM標籤的 是一行一行執行的這一種 循序的 由頭到尾 一行一行執行的 例如 那個 PHP 跟HDM 跟JS 這些的網頁程式 你在寫那個網頁程式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 包括 包括到 那個BOM標籤 就是你檔頭不要去加到 因為 這個我後面會說明 那這個 包含這個 BOM標籤的這個 是載入 那個文件後 它是 抓取需要的部分 譬如說是那個 .srt 或 .ss 的字幕檔 這兩個是有差異的 是這樣子 那在這邊我先說一下 不含那個 BOM標籤這個 就是說在那個檔頭的地方不加 BOM標籤的情形 是這樣子 因為瀏覽器現在是看這個 這個在識別 你的那個網頁是什麼 的格式 那個字符集 charset charset 這個 這個 字符集 charset charset 字符集 它那個是 有那個 這一串 這一串在識別的 就是這一串 就可以看到這個 charset 這個 字符集 utf8 這是網頁的 那個 流感器 它是用這一串來識別的 所以說你在編寫這一些的那個 這些的那個 動態網頁程式啊等等的 網頁程式 你不用去加 你不用加 因為你加的話會造成空白跟執行錯誤 就參考一下這一篇 這篇裡面有寫 就是說我另外再拆一篇 說明這樣子 因為這你加上去你反而會出現一個空白 因為它那個 網頁的程式它是一行一行在執行的 它會把那個 BOM的那個標籤載進來 載進來會造成空白 甚至是執行錯誤 就是那個 PHP的 這個是不用加的 因為 瀏覽器它是 用這串代碼在識別的 是這樣子 那在編寫網頁程式的時候 就是一些網頁的東西的時候 是全部都要用 那個utf8 不包含 BOM標籤 這樣問題比較少 因為那個譬如說ajs 它是無刷新 傳子嘛 那它規定就是要用那個utf8來傳 那你使 使用其他的你在 那個以前的時候 以前呢 你用那個bitify或者是那個 GB231 你在傳出去的時候你要先轉utf8 接收的時候你要再把那個utf8 再把它轉 轉成那個bitify 就是說你要轉兩次啊 你要轉來轉去 那你這很可能會出錯 很有可能出錯 是這樣子 那 所以說現在 你 就是說在寫一些網頁相關程式 最好是統一 全部用那個utf8 然後不含 BOM標籤 這樣問題比較少 那現在卡在一個問題 是文字編輯器的問題 它會自動給你加上 比如說 像那個 Windows的記事本 那你今天 你現在要用那個utf8 來儲存的話 它會直接在那個 那個檔頭的地方 給你加上 BOM標籤 是這樣子 現在是卡在那個文字編輯器 因為它 因為文字編輯器 它沒有辦法 判定你到底 什麼情況下 情況下要加 BOM標籤 什麼情況下 不用加 BOM標籤 因為我們只有我們人在寫 寫程式的時候 才有辦法判定 比如說你是寫程式的 那就不用加 比如說你是專門在處理字幕的 那就要加 這是只有我們人才能判定的 那個 軟體沒辦法判定 文字鍵編輯器沒辦法判定 那有的編輯器 它會自動給你加上 那 你要 注意 比如說 像Nord配++ 它是比較方便一點 它是直接看這個右下角都可以 那像其他的一些那個文字編輯器 其他的那個文字編輯器 你就要注意了 到底有沒有加上是這樣子 因為這只有我們那個 在寫程式的人才有辦法判定 那甚至有的人 他可能剛接觸的時候根本不懂 也加上會報莫名其妙錯誤 因為這個是在 這個我後面會做說明 就是說在這總結的這裡 我會另外做一些範例在說明 因為他那個 因為怎麼講 因為這個 因為程式是多人開發 那有的人他 在開發的時候是用這個 然後有的人開發是 POM不含 那個 UTF8不含的 那有的人是包含的 就變成 那個狀況很多 這到時候是另外一篇的說明 這樣子 就是說你在轉的時候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個 GP2312 你開起來 怎麼一下子 GP2312 那有的 是UTF8不含 BOM標籤 不包含的 那你有的狀況又看到 那個 有一些很奇怪怪的狀況 是這樣子 那你 有了這個 就是說基本上 有 前篇的跟 那個 更上面這三篇的那個概念的時候 你就知道怎麼處理 就知道 一個是那個文 建的存檔格式嘛 再來是雙字節跟三字節 還有一個是那個 BOM標籤 就是這篇講的 你就會知道啊 什麼狀況下 我要用那個 BOM標籤 那什麼狀況下的存檔格式要換成 UTF8 是這樣子 那要注意一下是那個 編輯器的部分 因為有的編輯器 它是會自動給你加上那個 BOM標籤 是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是那個 那個字幕的部分 那字幕的部分 因為現在那個 我有試一下那個播放器 還有那個 一些 影音的轉換軟體 這個萬能影音播放器 或影音轉換軟體 你其實 你其實不加那個 BOM標籤 它也是讀得到 是這樣子 但是 我們在 你假設是 專門在處理字幕的話 還是要給它加一下 因為 它是這樣子執行的 它是把那個字幕載進來 它的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 它這個 那個 萬能影音播放器 跟影音轉換軟體 它是把 這個字 有沒有 它把字幕全部載進來之後 只抓這三個 譬如SRT 只抓這三個代碼 它只抓取 我需要的部分 它不管你 那個頭還是尾 是什麼 它不管你的 它只是判定 你有這個序號 跟時間軸 跟你要 你的字幕內容 它只抓那個 部分 那你頭 有BOM標籤 沒有BOM標籤 它才 根本沒有差 那主要是因為 那個 因為萬國碼有 很多種 在這張圖裡面 就是這個連結 就是這個連結裡面 我有寫 因為萬國碼有 UTF8的 有UTF 那個 UTF16的 它這個是 用四個位元主 再存 存放一個字的 四個位元主 它有分 大位在前跟 那個 那個 小位在後什麼的 它有區分成 這四種 那個 不是四種 就是說它有分的 那個有的是那個 大位在前 有的是 小位 在前 有16 有32 那個 那個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說 我們在 你在那個 字幕 處理字幕的時候 你要給它加一下 BOM標籤 這樣它才能判定 就是說那個 引音播放軟體 或者是 那個 那個轉換軟體 它才能判定你載入進來的是 什麼樣的 存檔格式 這樣子 這樣子 你要給它加一下 BOM標籤 是這樣子 因為 你沒有 就是說 在讀錄的時候有沒有 在讀錄的時候有沒有 它沒有讀到那一串 記號 萬古馬的記號 就是在這個檔頭的 文件的那個檔頭沒有讀到的話 會亂碼 像這樣子 亂碼 因為有的播放軟體 因為有的播放軟體 它沒有辦法判定 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說 一定要加那個 BOM標籤 是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說 那個字幕的部分 你是在專門在處理 點srt的 點ass 字幕的時候 那你使用這個萬古馬 你記得要給它加那個 BOM標籤 因為 那個這個跟那個網頁的不一樣 因為瀏覽器是靠這一串在判定的嘛 那這個 那個萬年影音播放器或者是影音轉換軟體 它不是流感器 它是影音播放器 或者是影音轉換軟體嘛 它需要靠 記號 就是那個萬古馬賴川記號 就這邊的這個 這個 這邊的記號 來判定 我載進來的是UTF8 還是UTF16的大位 那個 大位在前嗎 或是 小位在前 還是UTF32 由小到大還是由大到小 的那個排序的方式 是這樣子 他才有辦法 判定 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在處理 假設你是在處理那個 SRT跟ASS 那個 字幕的人 你一定要給他加一下 要不然 那個 這個沒辦法判定 你載進來會變亂嘛 會這樣子 那就是說 大家看過這一篇就是比較 應該是比較能夠理解 就是說 在什麼情況下 是需要包含 BOAM標籤 那在什麼情況下 是不需要包含 BOAM標籤 主要是 主要是那個 那個載入的部分 載入的那個軟體 一個是瀏覽器的部分 瀏覽器就是不需要 包含那個BOAM標籤 瀏覽器 瀏覽器是 那個 是讀那個 那個 chasset 制服機的 那一串 那 如果是 那個 影音播放軟體 或者是那個影音轉換軟體 他是需要包含那個 BOAM標籤 因為他需要靠這個 這邊來判定你是 用哪一種 因為萬國馬有這些嘛 比較常見的是這些 這樣子 要不然會造成亂馬 那這一篇主要是 我解說的是比較 亂一點啦 只是說 這個 實際上 你只要有 遇過的話 就是說 你實際在 弄的時候 你只要遇過 幾次亂馬的時候 你大概就知道 他是有這個差異的 這樣子 就是說大家 看過這個 就是說這一篇的時候 還有加上我那個解說 應該能比較能 知道 在 什麼樣的情況下能夠 區分 到底要不要用那個 BOAM標籤 就是說在那個檔頭加那個BOAM標籤 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兩種狀況 狀況一 跟狀況二 是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出版視頻 我們來的 我們可以用來的 我們可以用來的 我們去調查一下 我們去找個